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到永远 透过不懈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清楚朗读的能力 用洪亮 清晰 圆润的声音 和明确感人的态度 说话 为这样做 会大大增加我们作为基督工人的效能 每一个基督徒都蒙照要把基督那个猜不透的丰富 传给其他人 所以他必须在言语方面追求完美 他讲述圣经的方式 要让听众落于领受 上帝并不希望他在人间的代表是一个粗俗的人 他也不想让天国的存留在经过人输送到世界的时候 减弱或者变质 我们应当仰望耶稣那个完全榜样 祈求圣灵的帮助 靠着他的能力 切发培养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善尽其用 这些话特别适用于那些蒙照作公众服务的人 每一位传道人和教师都应当记住 他向众人所传说的信息和永恒的利益相关的 他们所讲述的真理 将要到最后交涨的大日子受到评判 一些人对于信息的接受或者拒绝 取决于传信息者的人的态度 所以 港道必须采用啟发悟性和感动心灵的方法 说话要缓慢、清楚、严肃 但又要十分诚恳 和讲题有重要相关性的 正确地培养和运用说话的能力 关系到基督教的各方面的工作 并且影响家庭的生活 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交往 我们应当养成习惯用粤耳的声音 纯正的言语 以彬彬有礼的措辞、说话 优雅、亲切的说话 对于人心有如甘怒时语 圣经上面论到基督这样说 在他的嘴里满有恩惠 他知道如何用言语辅助贫乏的人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见 记住收听啦,拜拜! 拜拜! 拜拜!